德国广播电台网站22日文章认为 防控疫情工作体现了中国领先的危机处理能力 这其中具有多方面原因 文章编译如下 至少在过去几天中 欧盟国家和美国在这场制度竞争中表现不佳 因为在困境中发挥主导作用的 是有损于伙伴和本国经济的单边行动 或对问题的低估 例如东欧人关闭边界威胁到了欧盟的商品交易 和几十年来建立的供应链 中国已经展现出处理危机的能力 在2008年至2009年 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 中国相比另外两大阵营 美国和欧洲表现强势 在美欧负债大幅增加的情况下 中国受到的影响却较小 因此后来得以大举投资未来技术 鉴于新冠疫情的不可预测性 现在盘点为时尚早 但现在又有迹象表明 中国可能最终会在这场制度竞争中领先 至少相对而言 另外三个因素也有利于中国 时间科研投入和市场 首先 中国得益于更早积攒了 抗击新冠病毒的经验 并且现在可以提前为 后新冠肺炎时代做打算 中国目前在系统地 向世界发送援助物资 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 以及塞尔维亚 中国或以此树立负责任的 全球大国形象并积累好感 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 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 连哪怕是留下跨边界的团结印象都没做到 其次 与大多数欧盟国家不同 中国近年来大举投资研发领域 待疫情结束后 这种创新能力将成为重要的竞争优势 而欧洲国家还需学会将大量资金投入研发领域 第三 中国多年来系统地 关照着全球增长市场 而美国和欧洲政界近年来一直在争论 是否闭关锁国 这也可能在后新冠肺炎时代造成恶果 更糟糕的是要求更多欧洲和美国主权的呼声 最终可能会自相矛盾地将美国和欧盟进一步推进输家境地 因为全球化是受到寻找最高效产地驱动的 因此庞大且区域性程度低的市场很重要 在这方面拥有十几亿人口 并且与其他增长市场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国 也处于领先地位